定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起来点名 那很快呢 今天又是一个周末 那大盘今天是拉回的 跌了83点 但改期的高平也是起的 高端银员今天多少 又涨停了 又是开盘价 等于收盘价 直接跳空 量缩 因为筹码不见了嘛 那我说这一档股票呢 市集怎么样 赚倍数啊 那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82%嘛 那下礼拜就达到了 春节之前 三季 春节之后 三季嘛 那我这里说呢 满天金条 至少要抓一条嘛 但是不要乱追 一档一档坐 找一些低机骑的 低档去布局 那往上呢 你就会坐轿嘛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哑光 昨天嘛 那今天是不是又涨停 那哑光呢 现在两档嘛 这六档嘛 我要跟大家谈哦 我股票不多哦 我目前会员手中持股呢 一档到两档 股票不多 那档档都是好的股票 那你错过了高端 春节之前 错过了雅光 春节之后 那接下来下一档呢 你要不要跟上 我说这是最后机会嘛 因为我们优惠是最后一天 那大盘呢 在这个地方 因为今天是落八十二点嘛 这里是守住缺口 今天大盘跌 我的股票都掉了 我要跟大家谈 这一个位置 我常跟大家谈 多头市场 你要注意什么 只看支撑 不看压力嘛 他因为他一直往上创新高 支撑要守住 就往上走嘛 那之前支撑在这里 拉回的支撑在这里 那短线目前的支撑在哪里 在这一个缺口嘛 那这里我们稍微拉近 在这一个缺口 春节之后 是不是拜杀 开红盘 直接跳空往上走 那这一个 黄色这一番就是缺口嘛 那这一缺口呢 它是突破 16283 这个压力区嘛 所以呢 这个支撑就相对的重要 对不对 而且这一天 前天 它往上突破是带亮的 那这三天呢 它在整理 那今天往下拉回 这地点 有没有跌破 没有嘛 它要拉尾盘啊 它是要拉尾盘 所以重点在选谷嘛 那选谷的问题呢 也不是我讲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金管会主委 黄天木 他直接说什么台股 不是泡沫化 这专家讲的啊 别有太多疑虑 很多投资人想太多 那我说支撑行情呢 重点在哪里 选谷嘛 金管会主委这样讲哦 基本面有支撑啊 那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嘛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 我跟大家谈什么 之前有提到呢 台湾警惕灯号 黄红灯 对不对 基本面没有问题 但他提醒投资人怎么样 眼光四面 耳听八方 做好选谷嘛 基本面没有问题 是你双股的问题嘛 台股不是泡沫嘛 台股有基本面支撑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基本面支撑最重要在哪里 半导体台积电嘛 台积电今天也利多啊 三奈米进度超前哦 超前哦 三星要追 很难追啊 连五奈米都追不上 接下来三奈米又出来了嘛 它本来 今年下半年四产 明年下半年就量产啊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到过呢 昨天也有一些暴风雪 那一些利空 所以说怎么样 车用晶片 雪上加酸嘛 联电 世界先进 利基电 都是利多啊 都是剪刀枪 那台积电又往前走 不是泡沫化嘛 你怎么选谷嘛 抗法跟我一样啊 那我说这个地方 赚赔的关键在哪里 是你有删到股票嘛 那同时呢 就算选对股票 你要逢低买 你才赚得到波段嘛 那高端疫苗是六支涨停 那春节之后呢 雅光我昨天是讲很多 事先讲嘛 那今天是又涨停 那一档一档做 那我跟大家谈几个重点 第一个股票 第一个股票不要多 会很持股呢 一档到两档 目前一档到两档 党党都是好的股票 那第二个呢 你要逢低买 不要去追 再怎么好的股票 像台积电 卯人了解啊 因为追价嘛 那这两个重点 在一月底 这地方拉回 这地方拉回 我跟大家谈什么 多头市场 资金行情 看支撑 对不对 高端 春节之后 雅光上来了嘛 赚钱赔钱 在你一念之间啊 你要不要跟上 最后的机会嘛 最后的机会啊 都写不下去了 六档啊 春节之前 三支 吃后三支 对不对 六支嘛 那是八个礼拜 有没有机会 一倍 应该有吧 下个月 下礼拜就看到了嘛 开盘价 等于收盘价 对不对 开盘价 直接跳空嘛 那这两天 都是锁单啊 那雅光呢 雅光今天 第二支掌停嘛 那你会不会跟上 这昨天第一支啊 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哦 我都名讲哦 我会拿出证据哦 我是操盘的哦 我不是解盘哦 你今天来解释高端疫苗 因为公布力多了嘛 为什么会涨六支涨停 来解释 雅光为什么两支涨停 很简单啊 那叫解盘 到时候不一样 我是操盘 而且我事先讲 昨天讲很多什么 跟大家一直介绍 雅光 因为雅光周K线呢 底部起掌 这是机嘛 这是第二支 需求增加嘛 大家都讲电动车 纸上谈兵啊 该出手的时候 也没有出手啊 那我刚刚讲呢 重点在哪里 除了选对股票以外呢 你要黄低买 低胆买 你才有机会 赚到大波段嘛 低胆买 才有机会赚到大波段 对不对 这样八十二%嘛 有没有机会赚一百% 我慢慢看啊 这个就会会价值 这一位对嘛 立即往上走对不对 那门股全部成交嘛 那介入了位置在这个地方 它就等于怎样 等于法人的成本 然后你注意看 这三天 春节后这三天 全部量缩了嘛 那代表在这个地方 法人买进的全部锁单啊 所以呢 倍数呢 手到勤来对不对 而且还会继续 那你看一看亚光 两只涨停啊 亚光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周K线 因为今天收周线 这样有水吗 突破了 低基期对不对 我常常讲低基期 MACD转强嘛 这个礼拜 起涨对不对 所以这一档股票 不只这一段啊 不只这一段 那所以今天呢 这档股票呢 我们给会员怎么谈 第一个 高端续报嘛 第二个亚光 等目标价 等目标价 那目标价在哪里 稍微参考一下周K线 该卖的时候我会讲 但这一档股票呢 应该 两只涨停了嘛 那往上第一个挑战这一个嘛 第二个挑战这一个位置 然后往上走 看法人筹码 看量价 一档一档来操作 那现阶段来讲呢 这两档股票呢 我一直跟大家谈 超速你要去注意 你要选对股票 同时呢 你要第一档去买 那你错过了高端 82% 六只涨停以后呢 接下来 雅光你像周K线这个地方 我说事后讲都很准 事后讲这个地方呢 怎么看 怎么漂亮 对不对 一个低机棋 它又是车载镜头 现在很流行 很夯的电动车系列 MAC转正 问题是解盘很容易 超盘的在这里 有没有买 它会涨到哪里 目标价在哪 那除了这两档以外呢 那下一档呢 我们看这一档 KD 低档转正 对不对 它识别是低档区 KD翻牙马 转墙对不对 这个地方都还是可以布局的买点 一档一档做 低机棋 逢低买 这两个很重要 低机棋 逢低买 那这一档股票呢 刚刚足底棋涨 刚刚足底棋涨 那我希望呢 要跟上脚步 那今天是一个最后的机会 那因为今天呢 这个优惠是最后一天 那自己要把握机会 那如果操作不顺利的 那如果你空手的话 一直都没有赚到钱的话 最后一天 我们休息一下 全头部吴老师 扭转乾坤 红包大放送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最后一天 超三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赋予之路 税谱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主顾吴老师扭转乾坤 红包大放送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最后一天 超三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我说资金行情没有赚钱 就是财户收水 春节之后只有三天 雅光两只涨停 那你要不要赚 没贪钱收水 一定来得及 因为买对股票 因为我不追价的 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在低档买 坐轿 高端疫苗坐轿 咬光也坐轿 那去下一档 下礼拜 我准备了两档股票 我也准备做换股的动作 那希望你没跟上脚步了 你要跟上 因为机会他不会等人 那同时也祝大家赚钱 但是要逢敌买进 记得不要做追价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天跟大家谈的 一些足底的股票 譬如说 像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像志源这个是足底 今天也是去 对吧 也上去了 那讲到松翰 松翰讲几天了 松翰讲很久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讲最近三天好了 这17号 开红盘对不对 这18号 今天又涨了 连阳 今天也去 那大家记不记得 为什么跟大家谈这两档股票 那大家记不记得 我上个月怎么跟大家谈呢 我说这两支股票 有一个特点 它去年EPS 大于6块钱 那我谈的时候多少钱 六十几块嘛 它6块 一胸 股价六十几块 合不合理 不合理啊 它本益比多少 大概只有10 到11 12嘛 那它往上 它本益比应该来到20 那至少15以上嘛 那所以这些股票赚钱的哦 明年有配 今年有配息的 赚钱的股票 它在低档区 六十几块买 现在来到八十几块嘛 那松翰呢 松翰今天涨停 来到多少 它也是六十几块 也是八十几块嘛 所以我说满天金条啊 就跟金管会主委 黄天幕讲的 你怎么选股嘛 那我只是再加一个条件 你要没有红低买 不要去做追价嘛 事实上这两档股票 讲了很多遍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稍微跟大家说明 你像松翰呢 开红盘这三天 叮叮叮 对不对 连三天嘛 我们讲一下本益比 这里稍微 那这就本益比 它就是什么样 股价除以EPS嘛 那之前跟大家谈 稍微放大一点 跟大家谈的时候 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多少 这65块嘛 那以66块来算 它今年预估 可以赚6块钱以上哦 那不止嘛 那以6块 66块来算 本益比就股价除以EPS 它本益比就11嘛 那合理本益比应该是接近20嘛 那如果用15来算呢 一样是6块 到90块的时候 本益比是15嘛 那以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逻辑 这样的选股方式 这里65块 当然是一个很安全的买点嘛 所以我说呢 满天金条 就看你怎么抓嘛 那目前来到多少 87嘛 那我刚刚怎么算 90以上 本益比来到15以上嘛 对不对 那15 本益比15到20呢 短线上都压力区了嘛 那这个地方要不要追 不要追嘛 下礼拜呢 来到90几块 100块就是压力区嘛 但是这60几 60几到90几 要多少啊 算数算一下嘛 也接近五成啊 下次 满天金条啊 就看你怎么抓嘛 那一样同样的逻辑 对不对 我们看连羊也是一样嘛 用这张图 连羊当初跟大家谈的时候是多少 68嘛 那同样今年 去年可以赚6块钱以上 他的本益比一样嘛 你这样去推估 跟松翰一样嘛 你推本益比15以上 他压力在哪里 我们再把它拉远 这样有好做吗 这样好不好做 一档一档做嘛 这三天 它是不是连续往上涨 这一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 我说两句 是不是下去 那类似这样的内容 类似这样的股票 类似这样的基本面体质 当然不是泡沫啊 问题是你怎么选股 那哪一些股票 你可以去逢低去布局 你像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嘛 低基期的 低档区 刚起涨 KD往上翻扬 对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呢 足底起涨 要不要跟上脚步 要不要跟上 那另外呢 给大家谈一下 像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嘛 去年赚6块钱以上 目前股价60几块 跟连阳跟松翰一样嘛 那不管是高价股低价股 资金行情来的时候呢 你总要去把握 最后的机会 那目前来讲呢 这优惠呢 到今天 最后一天截止 最后一天 自己想办法了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目前来讲呢 它预估6月可以拿到呢 EUA核可 那供应国内 也在拼什么 拼国际杯 那高端疫苗 它来自技术移转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美国国业院 所以呢 这个是相当肯定的一个绩效 那目前来讲高端呢 它为什么涨6支涨停 那每一支往上走呢 一定有原因嘛 那为什么华人买那么多 那另外遥光呢 昨天涨停了 今天是不是继续涨 车载镜头嘛 电动车啊 测试它族群啊 这日K线 是往上欢阳 这是周K线嘛 是不是很漂亮 你这周没看 是不是在低档区 MCE开始转正嘛 那这里买 往上走 你有沒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 低基期高成长啊 低基期高成长 整理这么久 那这种股票呢 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跟金管会主委黄天目讲的啊 台股不是泡沫 但是你要注意选股 你要选对股票嘛 人家在担心里有贪不 我们再讲高端 头肩底架构啊 那么漂亮 我不只讲一天啊 这一档也是高端啊 在第一档区布局 回顾一下 高端的K线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那时候在低档区呢 大概有多少机会 在这个地方嘛 有一个礼拜啊 一月底一个礼拜的机会可以买 低档布局啊 那我们成本多少 102到108嘛 那这82% 我是以比较高的108来算哦 倍载里趴嘛 那也没有机会赚到一倍 我说我是在操盘啊 不是在解盘 解盘没有用啊 那这一档股票呢 你可以注意看 它从低档区 它是一路往上走 我天天追踪 第一个涨停开始暴牢 对不对 我一张都没卖 一张都没有卖 一路到昨天五支涨停 今天六支涨停 对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呢 六天82% 那另外亚光 涨停涨停 对不对 那类似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股票 你要去注意啊 那像这一档股票 也是低档开始在布局啊 那松翰从六十几块 涨到八十几块 连羊也是一样嘛 那你会注意有一些股票呢 它一样可以赚到六块 目前六十几块而已啊 它有可能这样子 又可以赚到四五成 那今天是一个周末 那也是优惠 公司优惠的最后一天 那我希望你把握机会 向雅光 向高端 机会自己把握最后一天 谢谢大家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阿鸣 每天要讲很多同样的话 真的大杯冰块呢 正常冰吗 期待 你会遇到许多怪 卡 百香冬瓜好了 喝之前帮我摇一下 到了下班前 总是累昏了 我要两杯 怕吃董事鼓勇蜜蜜茶 甜度 全糖 你看我多甜 乌糖 蟹果耶 手糖 全糖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送给您 最后一天 超单线 022752586827525868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 超盘习性 拥有30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聚短线与 颇短操作